接下去这一组要帮同学介绍的也是写作商很高档的 用在发展句的语法 第一个是更好的事 当我们写作文写到前面有一个优点 那又更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what's better 然后后面接句子 也可以改用 the better thing is late 这两个语法不一样 这个是逗点 这边是 let 后面接句子 如果还有第三个 那我们就用最好的事 what's best 跟前面语法一样 或者是 best of all 逗点 当然也可以用上面这样子的语法 就是 the best thing is let 这边打不下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相关的语法用在不好的情况 老师把刚刚的那最好的事情也可以用这样 the best thing is let 后面就接过去了 如果是不好的 我们就把这个字换掉就可以了 那就会用 what's worse 更糟糕的是 写完 逗点 然后最糟糕的 就会用 what's worse 写完 继续 接一个句子 这些呢 都是在写作上很实用的一个语法 现在我们从例子来做说明 文章如果讲到狗有很多好处 那第一个狗怎样怎样怎样 好第二个更好的是 Dogs can help guard our houses 狗可以帮助 Guard的是 守卫 保护 我們的房子 这个help后面呢 常常加圆形动词 那你要加to也可以 不过这个to 是省略掉了 不定是to 这是更好的事 那狗又还有一个最棒的优点 怎样 best of all some train dolls 有一些train的 不要犯错了哈 这个train的不是说 有一些坐火车的狗 那就不通了 train当动词用 加ed一定是动词 因为这过去分词 所以你在查字典就要查train 当动词用 这是训练 所以有一些受过训练的狗 can even 甚至都还可以帮助 the blind the blind 就是blind people 盲人 所以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 这个 可以带领的盲人到处四处走动的 好 这个是第一题的 来看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优点 好 现在讲一个优点了 主词是一个优点 那前面那个智慧型手机 只是来说明一个优点 这是一个片语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容易写错的 中文的片语在前面 英文的片语是在后面 所以一定要经过交叉 好 动词在这边 是 可用来 这是被动 可被用来 这个 传送简讯 现在我们来看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优点 那就是玩 advantage 什么智慧型手机的优点呢 后面叫off off smart forms 好 主词部分就到这边 就结束了 所以智慧型手机的一个优点 翻成英文就变成 one advantage of smartforms 是 一字 后半段 是接句子了 is let 记住 这是两句哦 前面是 是是一个动词 后面是另外一句 可用来 应该是可被用来 这是被动 因为我们中文常常是用主动来表达 可是英文会用被动来表达 所以这个就是理念上有点不同 因此 let 后面 马上 这个是 接出来的一个什么字句呀 意思 必动词后面再叫名词字句 当主词补语 家具 还要写主词出来 主词 什么 智慧型手机 所以这个day 同学一定都会舒服掉 动词 can be used 被用来 被用来干嘛 要用to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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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是动词 被用来也是动词 所以要用to来隔开 被用来做什么事情 就是用to来表达的 传送 test test test是文字 message message message是讯息 所以被用来传送文字上的讯息 这个我们就翻成简讯 假如你按照字面上翻 像这样子写 哦 is can be used to send 这个就按照中文的模式 在做翻译的 这个是不行的 这样太多动词了 一字也是动词 be used to也是动词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 好 老师就提醒同学 第二个是更好的事 那最好的事我们就不写了 好 更好的事 我们按照语法来写吧 what is better 智慧型手机 在前面已经有讲过智慧型手机 因为这是连贯式的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再写了 我们用代名词来代替 智慧型手机是复数 我们就可以用对来代替 不过你要重复写也没有关系 都无所谓的 smartform 再来写动词 可用来 can also 因为这是第二个 所以我们可以加个can also 也可以被用来use to 录音就是record 以及摄影 那就是用take photos tos 或者是take pictures 这些都是接受的 好了 这一组 更好的事 最好的事 这个 还有 更差的是 最糟糕的是 这些都是在写作的语词里面很实用的 好 这些是 感谢观看